六百人去到小西灣 但仍然差點氣氛 而港隊也踢不出主場的氣勢 結果在友誼賽 跟世界排名差不多的馬來西亞 是踢成一比一 藍馬和潔志球員做主力 看來要配合多些 李威廉出給藍馬隊友陳少奇去訓 藍馬和潔志球員為主 輪到潔志的配合 林家衛罰球人家線倒 朱紹基趕到更外框 兩隊在聯賽鬥餐死 換邊後李威廉又是找到陳少奇 六十分鐘港隊開記錄 為港而戰沒有分你我 林家衛這次罰球就被陳少奇頂到 港隊下個月就跟沙特阿拉伯 踢世界杯外圍賽 耶哈耶六分鐘後為馬來西亞追平 馬來西亞世界排名143 全靠魏超之後才保住不失 難怪今屆團門失球不算多 港隊排名只是低三位 但速度不止輸三個新位 對著排名88位的沙特 遇到更加難踢 今場結果1比1 2月時輸過的港隊想找馬來西亞報仇 要等下一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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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